好開心啊! 謝謝! 好漂亮喔! 好香喔! 謝謝! 謝謝! 嘩!今天很開心啊! 其實你每次有新歌 都會上來跟我們聊聊天 謝謝! 我和你很有緣分的 我是第一次在電視台做的 歌唱的評判 第一次? 是啊! 接著我見到你那時候 參加比賽 最初你很緊張 我覺得你有給我一個留言 是啊! 但我當時已經覺得這個 小女孩 是很有實力的 而且我看得出你是 對唱歌很有passion 要拿意見的時候 你會問誰呢? 給你兩個人來選 要不就是音樂的監製 要不就是你爸爸 音樂監製 聽音樂監製 聽音樂監製 對! 先隔專業吧? 先隔專業 我爸爸聽歌也不錯 也喜歡唱歌 也喜歡唱歌 但是音樂監製 嗯! 奇怪! 這期就聽阿蘇道哲說 對嗎? 對! 因為這首歌就是他監製 對!沒錯! 因為你升了為新城資訊台的台長 恭喜你 謝謝! 這首歌叫做《初心小道》 也是剛剛派的一首歌曲 這首歌其實就是講 關於自己的初心 好像來現在的自己越來越遠了 而且差不多踏入十八歲大人的這個階段 其實都有很多責任 我知道需要去負擔的 所以都很想回去初心的自己 而且都想用這首歌提醒大家 要是不是找回初心的自己 想起曾經自己也是一個很 無憂無慮的一個我 對! 很感謝作曲的《初心小道》 還有Choley Young 填詞的Aaron一文言 還有監製都是Solo節 所以 謝謝! 我覺得現在最大的煩惱就是學業 但是同時間 也都知道踏入了十八歲之後 都有很多責任要付的 其中一個就是交稅 交稅其實現在都需要交的 都是在做一個大型的責任 因為自己都有收入 所以都要交稅 還有很多其他的 可能要管理時間 因為已經是大人了 所以就不能再逃避這件事 就是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負責了 就不要丟給我家 過兩天我就要回去紐西蘭了 其實都很緊張 因為不知道自己會不會適應到 或者會不會再有空識這個情況 但是我會努力讀書加油 都是要去做整個書 四日會再回來的 Fail